好 真的 這個是嗎 好重啊... 不要搭啊 好重啊... 還不懂 還不要追我 還不懂 交進你的後面 有魚交進你的後面 你要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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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把魚放在我浴埔裡 你現在滿整的 這真的就很重啊 好... 有兩隻魚啊 喂...快掉到我身旁了 小心 我要是像豆頭塞下去 我就變成那隻腿 我過於炎炎不覺得上來了 你打算幫忙分類嗎 要啦 我會幫忙分類 要得到發財祕寶 就必須要過這一關 深呼吸 一鼓作氣 我怎麼不會抓這麼大的魚 OK... 看過你 我不看啦 小隻的 來...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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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會抓前一隻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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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媽媽... 我抓到一隻大力魚 我... 我又崩潰了 分類了分類了 好不好好不好 阿雷魚 這是你的魚喔 阿雷魚另外一隻 不是這裡 不是這裡 無心提議只是叫你分個魚 又不是鯊魚 又必要這樣哀哀叫嗎 好不容易抓到大理魚 發財金就在眼前耶 聽漾說 在捷克想當漁夫 一定要有執照 令執照 還有個神秘的入會儀式 小達我理智抓遍全世界的魚 捷克漁民我加入 我站在這個水梨 在這個水梨 這桶水梨 對 只有你剛搭的眼睛 我看這隻鯊魚的眼睛 像是你剛搭的胸利 我是他的胸利 對 看你的眼睛 看我的眼睛 我看你 你看我 為什麼 你可以給我 你可以給我一個原因嗎 我只是想知道 為什麼你要做這個 我弟弟 再做一次 好 謝謝 為什麼要做這個 你現在要幹嘛 我真的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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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難的 我真的要做 當漁民好辛苦 今天天,你會在記憶 我真的要做 好 我真的要做 超實性的 我真的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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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漁民的考驗不只是抓魚 還要有這個非常艱難的 一個漁民的儀式 好 好 好 要喝這種手指的嗎 對 為什麼要喝酒 因為很冷 OK 漁民火魚 真的要喝到手指 喝到很冷 喝點烈酒 讓自己暖和起來 Goodbye my love 成功 成功 成功當了一個漁民的感覺 怎麼樣 Good 那個酒好烈 我覺得我的腳好重 好冰喔 好冰喔 用力大 你剛剛打了很用力喔 你剛剛打了很用力喔 你有看到嗎 有啊 超痛 好 好 好 舒服吧 兄弟 我送你回家了 你先要送他回家 救命啊 救命啊 有丟喔 他如果等一下肚子翻起來 嘿 你把他打死了 你怎麼死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兄弟 我不是故意的啊 不過這個神奇的入會儀式 可是象徵我們有捷克漁民的騎士精神 把魚當兄弟 跟他們共存共榮 永續生態環境 魚兄弟 我剛剛不小心摔到你 你就別跟我計較了 我說呀 屁股也打了 就我都喝了 發財金到底在哪裡啊 喔 喔 喔 看這個 這是全職業 不一定是職業的職業 附近表都要寫職業嗎 我就要寫說 我是漁夫 來自於捷克 我們不是來求發財金嗎 對喔 怎麼變成一個捷克的漁夫 我們是不是求錯東西啊 這樣 你要發財 你需要這個東西 蛤 不是啦 錢保利 他點課堂來畫畫的東西 這可能 好 看裡面 這是什麼 魚鱗 這是魚鱗 對 魚鱗是發財金 你放在錢包裡 代表就是會發財 魚鱗很像一筆 很像圓圓的 有點像圓圓的 所以放在錢包裡面就是招財 所以這個魚鱗 是我們剛剛看到那個鯉魚的魚鱗 這是捷克的傳說發財金 沒錯 好有意義耶 千辛萬苦 終於讓我求到捷克發財金了 聽楊說 在聖誕節一定要吃鯉魚大餐 除了求平安 在盤子下藏一塊鯉魚魚鱗 吃飽後 就把魚鱗放在錢包 就有聚財的效果喔 捷克人可是深信不疑 每個人的錢包 可都有這個寶貝呢 下次來捷克 趕緊也求遍鯉魚發財金吧 童話王國大冒險 下一站 我敲啦 這裡是世界文化遺產喔 對 這裡是哪裡 我們在 Telch Telch這房子好可愛 這些房子大概就是 以前的小鄉下的感覺 保羅哥的小鄉大的房子 那一種房子 而且有沒有看到 它排列的好整齊喔 對 很整齊 而且就是顏色也很繽紛 超可愛 而且我覺得這裡的房子啊 就是好像積木又好像蛋糕 就是都是馬卡龍色系的 整個少女星融化 而且有沒有看到 它表面上 也是有當年文藝復興時期的 3D壁畫效果 走到這邊也真的很像 童話故事的小鎮 對啊 而且我覺得在這麼可愛的 童話小鎮裡面 一定可以找到很可愛的小東西 自己搭回家 哇 又是一個超級夢幻的小鎮耶 距離布拉格車程 兩個半小時的 泰爾七小鎮 最大的特色就是這個 由數十棟彩色房子 組成的撒哈里亞修廣場 每棟房子都有四五百年的歷史 真的超夢幻的 雖然小鎮不大 一個小時就可以逛完 不過達哥跟我發現了 令人流連忘返的隱藏版小物 大公開囉 女生買東西就是這樣 你永遠不知道 她們會逛到 世界墨裡面 太久了吧 無心堤 我來了 你看 去了那麼久 你買什麼 我買了好可愛的明星片 還有吊飾 重點是這一個 我買下了這邊的一棟房子了 它是磁鐵 而且呢 這一棟就是我們對面的那棟粉紅色 我看我看我看 比較一下 一模一樣樣 我看看 真的耶 妳要不要帥一點 既然都說這是積木了 就把整座鎮買下來 好不好 這樣拼在冰箱上面 其實這樣真的很酷耶 好 我等一下再去買 你這個是什麼啊 這就是幫你準備的甜點 耶 來來來來來 這個在捷克呢 是他們就是很有名的一個手作甜點 下午茶都會吃 中文意思就叫花圈 花圈 看起來 真的很像一朵花耶 戴在頭上的感覺有沒有 妳吃吃看 妳吃吃看 好啊 它是有一點點像那種 泡芙的感覺 但是它的餅皮比較厚 然後呢 很甜 整個心都甜起來了 唉唷 好好吃喔 這還蠻好吃耶 它吃起來真的比較像泡芙 但是重點呢 不是在於它的這個 裡面的奶油 而它上面這個 有一點像是 泰菲糖的糖酸 喔 對對對 對不對 吃起來有點牛奶糖的味道 雖然甜但是 好喝很久再吃 對 因為你等不及就是 你差是什麼樣換給我 真的假的 我就說這邊 真的會讓人流連忘返嘛 童話小鎮限定的夢幻小物 在搭上達哥找到的 So Sweet下午茶 好吃的捷克傳統點心 還有個美麗的名字 花圈 坐在這裡 感覺連空氣都甜甜的 好像就在童話故事裡啊 這個很強 這是什麼 鰻魚 鰻魚飯 好香 不是啦 好棒 這是巧克力香蕉派 也是阿門這邊手做的 這兩個是香蕉 喔 真的很香蕉 顏色也很香 對不對 其實都香蕉的感覺好棒喔 因為香蕉跟巧克力 真的是完美的結合耶 這個是捷克可樂 捷克可樂 是的 只有捷克才喝得到的嗎 你可以帶回台灣 但是這是捷克出產的 很特別喔 我覺得味道跟平常喝的可樂有點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喔 好像再酸一點點 有沒有喝到 好像梅子可樂的感覺 哇 對對對 它感覺比較酸一點 它就是有點梅子氣氛的味道 好特別喔 哇 你看這樣陽光灑下來了 耶 我覺得在這裡吃的氛圍太好了 其只是好 是夢幻啊 在童話小鎮裡 坐在廣場中 被五彩繽紛的建築包圍下 曬著暖暖的太陽 吃著捷克傳統點心 喝著捷克限定可樂 太爽吧 真的只有爽志 可以形容我現在的感受 來歐洲不就是一定要有 這樣的體驗嗎 很不錯喔 很不錯喔 好甜喔 好喝 妳還說妳不是一個酒果 我不是 我是因為這個摩拉尾亞這邊的酒 真的很有名 所以我要來品酒品酒 沒有錯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呢 就是Lanis Vanis這個城區 也是世界文化遺產 它就是整個捷克最厲害的 國家葡萄酒中心 所以你在這邊喝葡萄酒就對了 當然嘛 達哥我也是有做功課的 這個叫萊德尼斯瓦爾鐵斯的區域 陣地就有300平方公里 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風景區 由貴族家族用了近一個世紀的事件 修建城 雄偉的城堡 精湛的內部裝潢 甚至是百年前最高科技的溫室 無一不令人讚嘆 除了美麗風景 還有跟我一樣 來潮上一年一度的葡萄酒評選喔 走到地下酒駕 我們看到了一個販賣機 這邊全部都是街 好厲害 我現在要教你一個 它跳的是完全另外一支舞 但是很有娛樂效果 好笑的 街客童話王國大冒險 跳舞才能吃大餐 心體也瘋狂啦